不只是被輸而且還在我們朝中 因為美國國務院你不要只看到他說 重申一宗政策 這有點像 基督徒所喊哈利路亞 佛教徒喊阿彌陀佛 所以就是念一遍給大陸聽 但真正的重點在前面 美國國務院用了警告的語氣 他說賴清德的就職儀式 是一個民主程序的一部分 如果 中國大陸對這個做 過度強烈的反應 將似同挑釁 就挑釁到美國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講什麼 這個場子我包了 我老大已經把這個場子看出來 你中國大陸敢怎麼樣 你不敢怎麼樣 你如果敢怎麼樣就挑釁 我這個字眼用得很精準 你漏了這一句話 有讀到吧 有看到 這才是經典用語 這個就是騙騙你中國大陸的百姓 讓你引用這一個 真正的講就是說 美國國務院認為 中國如果 採取行動 反制 賴清德 的舊子眼說 美國視同挑釁 視同挑釁是要宣戰嗎 賴清德沒有挑釁一中政策 他挑釁一中政策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如果反彈賴清德的 這個 那個 反對一中政策 你就是挑釁 在邏輯清德 所以 美國是 完全 贊同賴清德 在這個時間點 所展現出來 沒錯 的新路線 兄弟加油 我是 重申一中政策不變 你趕快反對一中 趕快積極態度 是美國的態度啊 這是他兩手 不是一手 從頭到頭是一手 是一手嗎 他表面上有說他 沒有他的手就是叫賴清德趕快台獨 然後我嘴巴講我從一中政策 你自己台獨以後我不承認你 可是我就支持你 不這個意思吧 那如果真的發生事情的話 那美國真的會介入嗎 對 他說我視同挑釁 美國怎麼介入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大家就是你看我看你 叫做犀牛造腳塞骨糾桿 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賴清德的這個就職演說 你認為美國是百分之百倍數 對百分之百倍數 毫無疑慮的 對 因為他是 我美國的人嘛 對不對 那看你中國看怎麼樣 現在台灣跟你中國已經沒有關係了 已經告訴你了沒有關係囉 那一中政策不包括台灣 所以 像現在這個賴清德的演說之後 你可以看北京方面的這個反應喔 從國台辦外交部 國台辦第一時間就說這個是謀毒挑釁 煽動兩岸對抗 那暴露台獨工作者的本性 這其實都講得還蠻重的 那現在 國台辦 北京也認定這個是台美 叫做共謀嗎 就是台美 共同 端出的菜嗎 他有沒有認為 美國有沒有參與 我在文字上看不出來 那心理上他大概一定會這麼想 我的 智商這麼低我都會這麼想的 看了這個美國的文字 你說他會不會 有這樣的想法 他如果沒有這樣想法我就懷疑他的智商 道外講是這個樣子 那他說 這個 賴清德抹讀 賴清德沒有在抹讀 賴清德是推讀 我就推進台獨 你們還搞不清楚嗎 不是思想已經開始有行動 當然是 模式 我有這個 這個的模化 不是 我就是在推動台獨 我是台獨的執行者 已經不是台獨的工作者 我是在工作在執行 他現在是領導人 對對對在執行 然後 挑釁 我當然挑釁你中國大陸的政策嗎 然後散動兩岸對抗 沒有大陸不對抗就不會兩岸對抗嘛 所以如果有對抗的是大陸的錯 就大陸挑釁嘛 不是這美國的邏輯不是這樣的邏輯嘛 對不對 大陸的邏輯當然是 你台灣跟美國挑釁 那美國邏輯是你大陸挑釁 對 你大陸只能看著我嘴巴怎麼講 你不可以用動手 你只能動口不能動手 因為賴清德只有動口賴清德沒有動手 這樣子 那國台辦火大 有沒有火大我看不出來了 講話算蠻重的啦 對曝露台獨工作者本性 有沒有搞醜啊 他早已經曝露了不是早在曝露好不好 可是在520之前其實大家 認為美國會 會讓賴清德在比較台海穩定 不要這個 調性北京的框架裡面 那事實上好像並不是如此 所以大家都錯判了嗎 所以為什麼早上有個節目說 我是神預測 你早就知道賴清德會 不是啊我的推論很簡單嘛 我說 賴清德是一個 台獨的信仰者 台獨是他的宗教 所以他絕不可能在 蔡英文的那一條 線往後撤 蔡英文防線他只往前推 回往後撤 蔡英文只推到了 兩岸互不隸屬 然後賴清德推到兩國互不隸屬 所以這個推進來講對他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所以 我說賴清德不可能你們想像中 因為我所了解賴清德不是這樣的人 什麼為了觀光 為經濟利益 為兩岸和好 沒事回事 台獨就是至高無上的信念 那如果你們不了解賴清德這種 個性這種想法的時候 你們顯得是誤判 什麼 四個字的報了 三個字的報了 電視台 一直還講說 哎呀 賴清德就要地感難吃了 你們藍營的諸侯還不參加他就職典禮 你們是歷史罪人 有沒有 你以前服務那個單位的平面媒體 用社論帳 逼了很多藍營的諸侯 那種膽子比較小的都跑過來跑去了 可是大家都以前說賴清德是假台獨 照你這麼說你早就知道他是真台獨 我什麼時候說過他假台獨 我說大家啦 其他人都會覺得說他只是 那些大家有病不是我有病 現在證明是誰對 因為很多人是把 主觀的期望 投射在客觀的分析 我的特性就是 醫生 我沒有主觀的期望 一定是客觀科學理性分析 來看問題 賴清德不是我昨天認識他嗎 我們進立法院我認識他 然後 他的國民大會也跟我同事過 立法院跟我同事過 所以 我跟他有類簡單的交往 我就一開始就判定這個人就是 百分之百的 台獨的True Believer 就是說 台獨就是他的信念 就是上帝 你跟基督徒講說上帝不存在他不可能翻臉才怪 你跟佛教徒講說釋迦摩尼不存在他不可能翻臉對不對 所以 這一樣的道理 他台獨就是他的 他的唯一人生的信念 這點是很重要的 他理解這個人 所以他不可能在台獨的戰線上後撤 他寧可犧牲一切 都要去達成他這個目標 如果你不知道他有這種想法 那你是自己錯誤判斷嗎 怪一怪你們自己 怪你們大家 真的錯誤判斷的人很多 哎呀 我講話你們都不聽 我都有點被說服了賴清德不是 忠實的台獨工作 因為每個人都說不是 他只是拿來 作為他選舉上面的工具而已 因為你們顯然 就是不認識賴清德 而且你們想說服自己賴清德當選也沒關係 所以想他可能是假的啦 他們也真的那麼認真 你們錯了 他是百分之百 以推動台獨為他畢生的職志 所以是真正的台獨工作者 這台灣很多 賴清德只是端上台面 如果你硬要說的話 蔡英文才是投機台獨者 但賴清德是把他當信念信仰 已經到了一種精神層次 這沒辦法改變 也不想改變 也不能改變 除非你用武力讓我屈服 我也絕不屈服 我那個像死客法 死客法 這是這種心態的人嘛 所以 你這裡題目也寫錯了 賴清德沒有拋兩岸互不利 他是兩國互不隸屬 那你外交部跳腳 只是坑一句台獨是死路一條 有個人活得好好的那有死路一條 你每一次都 大陸每一次講台獨是死路一條講了幾年了 恩年了吧 大陸也在念阿彌陀佛 都一樣的 跟美國的義中政策是一樣的 大家都念口號對不對 大家都在讀口號 就跟蔣介石一樣 反共必勝 富國必成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念個老半天就什麼事沒做 一樣的道理 因為我們要來做事 不想要去 我們要來做事 我們要來做事 因為我們要來做事